蘇35這個 他的這個 俄軍的四代半 或者是俄軍通常 用什麼來形容 四代plusplus 兩個家 來形容他 他的這個性能 一般來說 在北約國家 和美國的這個軍武論壇 來比較 都是優於美國的F-15C 跟F-16E 跟F-18 這個大黃蜂 所以其實你看 他算是 非常先進的戰績 他僅次於 那個蘇凱57的 這個逆中型的戰績 所以為什麼 一家要14億台幣這麼貴 你就知道 以小博大嘛 不管是烏克蘭的 哪一種防空系統 這個把他給擊落 有人說這個是 大概是蘇35S 因為在烏克蘭的 這一場被入侵的戰爭當中 俄羅斯派出了 大量的蘇35 到烏克蘭去進行 這個空襲 他在軍武的 這個武器上 有一個綽號 叫做終極撤位 那終極撤位 他可以進行 這樣一個掩護 這個空對陸的 這個攻擊 他可以在陸軍 需要支援的時候 不斷的 因為他可以空對空 他可以纏鬥 他也可以空對地 他有占很多的 這個磅數 都很重的 那個對地的 一個攻擊的炸彈 可以去狂轟猛炸 所以蘇35S 在這一次俄羅斯 侵略烏克蘭的戰爭當中 經常在 包括馬力波在內 甚至奧德薩 甚至還有很多的 這個地方 幾乎都是蘇35S 去做一個轟炸 他們當這個巡弋飛彈 他的一個地對地攻擊飛彈 沒有到達他的這個 沒有辦法到達 他那個地方的時候 就派蘇35S 甚至去掩護 這次終於把他抓到了 把他擊落了 所以以小博大 那14億就把你給擊落 而且這讓二軍知道 你的空優不但 完全沒有掌握 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要想要繼續的 這個主宰著 烏克蘭天空 你要更小心了 接下來他要飛過來 可能就要考慮了 剛剛講的這個星光飛彈 星光飛彈 這個在模擬測試當中 英軍的要求標準是 你必須模擬測試 1000次以上 然後你才會算是一個 合格的星光防空飛彈的 星光防空飛彈 這樣一個操作員 那他跟美軍的這個 次針飛彈 有射後不離的性能 不太一樣 他這個剛剛我們也講過說 至少要有兩個人 再三個人那個操作 美軍的次針飛彈 你打了就可以趕快跑 那避免你人員 暴露你的位置 然後被這個二次的攻擊 敵軍發現到你的位置 然後趕快叮你的這個獵殺 那但是星光 這個星光防空飛彈 因為他有三個這個獨立式的這個彈頭 你看他的這個飛彈 上面的這樣一個設計 他的這個 為什麼能夠在 盧甘斯克撕裂那個 二軍的米28的武裝直升機 他就是三個獨立的這個彈頭 他可以 你要躲了一個 你還有兩個 而且他的是烏合金的 烏合金可以在 靠近那個直升機 你空中的這個 要追擊 撞擊的目標的時候 他直接 就算你是這個 你的金屬是非常的剛硬 讓你非常的這個特別 因為現在的戰鬥機 跟直升機 他的這個武裝 他的裝甲 他的機身的 已經不像以前 我們只是裝一個 一層蒙皮 不管是戰鬥機 或直升機 那他這樣一個 物兒精的這個彈頭 是可以確保 你把這個 金屬的這個 固體 整個把它做一個 有效的撕毀 或者是有效的 這個破擊 這樣子 整個造成裡面的 這個破壞 所以當這個星光飛彈 二軍如果以後面對 他的話 他要曉得的是 他進入烏克蘭的領空 幾乎不是每次的刺針 就是英軍的星光 一次三個彈頭出去 對 還有北約的這個 MSM的這個 這個對艦的一個 這個海軍艦艇的一個飛彈 所以當然我也認為說 美國跟英國 北約這些國家 也都把他們的 最新鮮的武器 投放到這個戰場上 對土耳其來說 何嘗不是 土耳其那個TP2 在這次烏克蘭 被打的 這個戰爭之前 誰知道土耳其 也能夠有這樣TP2 可是我也要講 我們國軍發明的 這個潤淵 也不會遜於土耳其 啊 TP2 雖然他有他的 這個在戰場上 這次很出風頭 擊毀了很多 俄羅斯的這個裝甲部隊 但是就是因為 剛好有戰場上的 這個運用 給這個 烏克蘭的軍隊使用 讓這個俄軍嚇到了 然後也讓很多的 國家大出風頭 很多各國相繼 把他們的新武器 投入到烏克蘭的 這個戰場 也當作實驗也好 像剛剛開玩笑說 但對烏克蘭來說 也是熟悉他的 整個部隊的 這個武裝的 一個這個艦裝的操作 那俄羅斯 他接下來 如果你在說 把戰力轉移到 烏東 頓巴斯區 跟烏南 這些馬力坡啊 還有這些周遭的一些 像他占領的 克松 這些地區的話 那你就要更小心說 接下來 你以為你占領的 這些地方 你的空軍的 戰鬥機 或直升機 你可能能夠出 如入無人之境 那你就要小心了 因為在周圍 可能有飛佔領區 或者是已經被這個 烏克蘭軍隊 奪回去的一些地方 他可能用這些 不管是中短程的 這個防空飛彈 或者是像人員 吸行式的這個飛彈 他可能就會 不管是辭制你 俄軍的行動 或是完全破壞 你掌握這方面的 這個空跟地的 這個整個掌控的 這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俄軍 呃 他的損失會越來越大 而且他的這個成本 他投入到這個戰場上 成本會越來越高 是來來 這個國東哥 我們看到俄軍 真的做慘絕人寰的 這個事情 那現在俄國 竟然可以完全否認 就是因為俄國否認 所以美國現在 已經公開要求聯合國 馬上要派員 去保留這些現場 因為這已經構成了 種族滅絕的 這種戰爭罪 有一點像是 波蘭當時 在打二次大戰的時候 發現了 有多少猶太人 被屠殺 然後掩埋起來 單單這個布查這個地方 已經是變成亂葬鋼了 到處都是屍體 也來不及掩埋 現場發現有一條 壕溝 很長的 幾百公尺壕溝 那個屍體 推在裡面 土都來不及掩埋了 就走掉了 這種慘絕人寰的現象 讓人家覺得說 二次大戰那種教訓 血淋的教訓 並沒有告訴俄國人說 這不能戰爭 不能這樣子打滑 然後地雷 他們屍體底下 還藏著地雷 就是你不能去搬動 搬動它 它就炸起來 你說補丁知道 不知道那是另外一回事 戰爭打到這樣子 讓人家覺得說 你要清點 剛剛大家在講 烏克蘭的兩家直升機 可以飛過邊境 去轟炸 俄國的油庫的時候 兩個帶油庫的時候 這怎麼人家 哪以相信 如果烏克蘭 可以這樣兩家直升機 反攻過去 那照到底 其他地方 應該已打起來了 俄國今年 應該很多地方 都被攻擊 怎麼會只有這個油庫被打 剛剛才講說 會不會自己做的 自己搞的 假期刑 這個戰略 也有種可能是 他做的目的是什麼 怕烏克蘭 因為在邊界嘛 烏克蘭如果收復了這些 說他們需要這些油嘛 你會把它炸掉不行 不炸掉將來這些油 被烏克蘭的軍隊拿去用啊 昨天奧德薩 你看他的燃油設施 就被俄軍這個轟炸了 對 所以這個比 這個比較起來 就覺得這個動機 覺得讓人家很奇怪 但是我們在看這場戰爭 打到現在的時候 北約一直在警告 北約到今天還在警告 俄國 俄羅斯的軍隊 不是停火撤退 要注意啊 一直提醒烏克蘭 烏東跟烏南 他們現在把戰列 集結軍力 戰列全部放在烏東跟南部 馬力波 所以馬力波 現在已經開了第七條的 這種人道走廊 已經送走了六千多名居民 趕快跑 因為下一波攻擊 就在這幾個地方了 北約已經提出這樣的警告 可是我們發現 這個警告有用嗎 烏克蘭沒有那些軍力 去照顧這些東西 因為他現在收回來的 吉普首都附近的這些城鎮 他收回來 收回這些師徒 發現說已經是密幕前徽了 失所這麼多 他說 哲論士心講 師徒收回來 還是沒有辦法恢復 往昔的模樣 而且戰爭還沒結束 他還警告國民 你千萬不要以為師徒收回來 你們就跑出來慶功 要等到第二波空襲 有沒有空襲 不然你出來 說他第二波空襲來了 你怎麼辦呢 所以戰爭的吊詭 戰爭的恐怖就在這裡 你以為打贏了 師徒收回來了 居民都跑出來了 他第二波又發動 揮彈又打來了 那時候再躲又來不及了 今天他們講說 這個談判不可能如其止行 本來是要求說 雙方的領袖 哲論士忌跟土丁 能夠在土而其會面 所以現在不可能 不可能的原因是沒有那個談判的基礎 雙方也沒有停火的意願 上次我們就講了 普丁最重要就是想要把烏克蘭切成兩半 跟北朝鮮南韓一樣 一天是聽他指揮的 一邊是你烏克蘭中立國的 那這個目的你沒有達成的話 哲論士忌如果跟他坐下來談判 所以你因為這樣切下來的話 那可能烏克蘭的公民們 可能都要反抗的 不會答應的 所以這個戰爭打到今天 第四十天 怎麼去解決這些呢 我一直看這種報導 看得真的很傷心 再來關心中國疫情嚴峻 當局甚至動員了解放軍要來抗議 那他們的官方經驗就通報了 從三月疫情大爆發以來 他們單日新增確診數 連續第二天是破萬達到 一萬三千多例 要請教時期 在過去中國所通報的數字 都是很少一點點 那這次好像看起來是首度 有這麼多上萬人 那再來他們出動解放軍來防疫 到底解放軍人是能夠防怎麼以來 所以出大事啦 所以就現在就是用一個 極高壓的方式 在做全區的靜態管理 因為他們不能講上海要封城 本來是浦西浦東這樣子分一半嘛 那後來四月一號的時候 就全區靜態管理 所有人都一二三木頭人 通通都不准動 那不准動之後呢 就開始導致各種亂象 譬如說買不到菜啦 然後呢 這個官方送菜到家戶裡面 然後請你擺拍 拍完照之後呢 菜又收走 就是各種奇奇怪怪的 作假 對就作假 那現在看起來他每天都好幾千例 好幾千例 而上海最近的疫情已經超過了 當初兩年多之前的武漢當時的那個 全部累積出來的病例數字 是不是現在不演了 我覺得還在演 為什麼呢 因為他公布的這些數字呢 是上海的戶籍人數 你就說上海是一個這麼大的城市 那你在上海地區設了戶籍的人 或者是說其他外地的人 來到上海工作的人 他可能沒有戶籍啊 黑戶啊 那所以有戶籍的人就好幾千例了 那所以其他無戶籍的這些黑數 難道沒有半個確診嗎 就是他們不在統計數字之內 所以上海現在的狀況的確是嚴重 才需要說出動解放軍 所以孫春蘭才去啊 因為上海的防疫工作其實牽涉到 因為他是一個高度政治的這個重心 他會連動到20大的政治局常委 的這些爭奪戰 那所以很多都在分析說 那上海的這個李強 他是習近平的親信 那本來是呼聲最高 可以進入政治局常委的嘛 那可是你現在上海 疫情控制成這個樣子啊 是不是江派在打擊這個習派 那現在習派呢 就很堅定的說 哦 我們這個動態清零的政策 是絕對不猶豫不動搖 孫春蘭視察上海的時候講 那也因為上海有另外一派的主張是說 這個動態清零恐怕已經不符時宜了啦 那是不是也應該要與病毒共存 有這樣的聲音 但是自從這樣的聲音 3月23號這位專家 他本來是上海的防疫專家 他總是在上海的防疫記者會當中出現的 那3月23號他自從講完這段話之後就不見了 就一直到現在就不見了 就沒有要與病毒共存 因為我們中央已經講啦 就是必須要仍然堅持不猶豫的動態清零 所以難免就會引發說 這其實是一個政治上面的權鬥 而上海的疫情無法控制的話 恐怕接上來很多這個 江派要打擊習派的力道就會更強 他就有更多的把柄 因為你上海本來是一個模範生防疫模範生 結果現在搞到這個亂七八糟的狀態 那還得了耶 上海是經濟重鎮 他每年影響這個全中國的GDP非常高耶 他甚至影響是全球耶 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能不成為政治攻擊的一個焦點嗎 他勢必會連動到20大 那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我覺得就是說 疫情能不能夠控制是一塊 但是接下來的政治權鬥 那可能更驚嚴 對的確我們看到其實現在全球 包括歐美地區其實都是採取跟病毒 共存的這種方式 但是中國顯然不這麼做 因為中國副總理 這個孫春蘭去上海就強調 堅持動態清零是不動搖的 所以顯然是不是為了中國的面子必須要清理呢 傑明哥我們看到上海現在全市 2500萬要做核酸檢測 又要來做了 中國最喜歡做這種什麼全面的普篩 不管是幾百幾千萬人通通一起做 問題是你真的做得來嗎 還是又是在做面子工程呢 是不是面子工程 這件事情看起來上海是很麻煩 這是非常麻煩的事情 我們怎麼說是非常麻煩的事情 因為背後裡面其實強調這件事情是 剛才講的重點 2600萬人這是他們有戶籍登記的 但是我們知道上海這麼大一個城市 其實來自四面八方的人數 可能有另外1000多萬人 我估計保守估計 這來自於上海周邊來這邊工作 其實我們在中國上海工作過 我們都知道 其實你在這個就是我們說的捷運裡面 他們的地鐵裡面 你會看到許多就是那種 攤著帶著籃子啊 然後那個表情 臉色看起來就不是上海人 就看起來是比較是鄉村的人 他們到這邊來討個生活 那很多街弄巷弄裡面 其實很多都貧窮的 沒有這個所謂的戶籍的 是住在裡面 所謂低端人口 那所以其實要管理一個 這麼龐大的城市裡面 他所擔心的事情是什麼 如果今天不封的話 這些留在上海的那些 所謂低端人口 他會不會開始往他自己的鄉镇去移走呢 擴散 對 那我們要知道 其實上海的問題很單純 就是說上海或許他的醫療資源 勉強可以應付啊 但是如果你一旦到鄉村地方 鄉村地方沒有什麼醫療啊 那這個擴散出去還得了 所以你看到越是鄉村地方 他們的嚴格的那種管制越嚴格 是不是你還看到那種畫面 就是三個村民餓得受不了了 他出去拿個食物 就被警察給我站住罰跪 那種畫面 其實代表的是 對 然後也甚至出現 嬰幼兒竟然單獨隔離 這是非常可憐的事情 怎麼會這樣搞 你必須跟你的小孩隔離 而且這樣小孩病床也不夠 甚至一個床裡面要擺兩三個嬰兒 就是這種嚴格管理 你想看 做一個父母親 我的小孩子 把它放在這個醫院裡面 我想去看我小孩 但你被隔離了 你不能進到醫院 你知道有多誇張嗎 最近有一個案例 這是一個上海一個大型醫院的護士 他因為氣喘發作了 那你想你在醫院 那你應該直接可以得到醫院的治療 沒有 他醫院說很清楚 現在我們醫院已經被管制了 即便這個護士的氣喘了 他也得不到他自己醫院的治療 真的很誇張 那當然我們知道 最近鬧最大的事件就是 有一位就是 女兒帶著他的氣喘的父親 要去緊急救醫 正好有個救護車經過 我們知道救護車裡面 都有那個所謂緊急呼吸器嘛 他去拍那個窗子 拜託 我請你救救我 我的爸爸已經這個氣喘 快要 這個不行了 結果就被拍到 就是在救護車上的那些 醫護人員表情冷漠 就是表情冷漠 就完全沒看到 表情冷漠 堅定往前 那不願意把那個 這個緊急的 我們說心被復甦的遺跡 去救治這個人家 後來這個人死掉了 這件事鬧得非常大 但是呢 媒體怎麼說 如果重新載一次的話 依舊堅持這救護車 不應該去治療 因為救護車一旦治療 這個如果有感染疾病的話 這個救護車就報廢了 我怎麼會有這種事情發生呢 亂象頻傳啊 這個還只是 太混亂了 這只是一件事情 其實我一直在想像一件事情 我們知道中國的這個 這個我們說的這個 就是我們說他的 就是東部 互東啊 那這個 他那邊如果去都知道 現在都是那種百層高樓 就類似101大樓 一堆 就是滿街 就是因為我們以前那邊工作 你知道 每層都是 你能想像這件事情嗎 大家抽籤 因為那邊都是證券交易所啊 對不起 禮拜一到禮拜五 還是要交易啊 那抽籤 抽到人 就直接帶著行李 住進那個 那個交易所 然後接下來動作什麼 就在2月28號那一天 這個浦東 關的那一瞬間的時候 100多層的電梯 全部電梯 錫燈 一個辦公室 擠了27個 電梯不給用 不給用了 就抽籤嘛 你抽中 就待在裡面了 這幾天你別想出來 那你想看 一個辦公室27個人 那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 我們說衛生間 多可憐 沒有什麼隱私啦 你就是那邊27天 然後連洗澡都很難 這我們看到就是中國 但中國為什麼要毛起進來 答案很清楚嘛 他們用的科興是滅活去疫苗嘛 那老人家 老人家又沒打疫苗 他們看到香港的一個採礦 你會不會是 你會不會是